哈囉大家好我是Arica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兒 我們今天來到桌遊店 耶 第一次來桌遊店 日前人家約的時候 我都在想桌遊店是什麼 就是像網咖那樣 城市的場所 就是怕像網咖 或是撞球關之類的 然後會遇到很多 我本來就有點人群恐懼症 有嗎 有啊 但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我發現沒有 我是去家裡啊 那你有玩過桌遊 有啊 之前有出一個骰骰子 然後頭 掉那個基因部 把它掉成 那個形狀 那個很智障 嫩 還有阿瓦龍嗎 阿瓦龍大家一定都要玩啊 所以我們今天想說來 開一個桌遊 兩個人玩桌遊其實蠻爽的 因為我們教不到人文邊緣 我邊緣我教到怎樣 我還好 小惡魔喔 是的 其實蠻好玩的 我們剛好稍微體驗一下 這個是測反應的 他剛剛被我電爆 大家可以回顧這個記憶力口香糖 我的反應可能比較快哦 打開來 直接開吧 然後一個遊戲說明 但是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應該是不用看 然後這個是 他的小惡魔門 這其實是可以很多人玩啊 因為他有很多 然後他對應到的是骰子 反正我們大概就是會將這六顆骰子 跟這個大的一同骰出 大的這個呢 是 就是告訴你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的話就是要對應到鄉家最大的 白的 黑的 紅的 看哪一組鄉家最大的 就要搶哪一個顏色的小惡魔 然後這個是 是鄉家最小的 你記憶力怎麼那麼好啊 對應該是鄉家最小的 你不要在那邊質疑我 差距最大的 差距最大的會發生就是骰到一跟六嗎 這是什麼啊 哪一個哪一個 單顆點數哪一個最大 點數最大 怎麼樣 你不知道 你 你 你不要 激素的骰子最多的 啊哼 這是什麼我也忘了 哪一個距離最近 離這個很灰色的骰子 最多 分得五顆紅寶石在遊戲前 好不好給你錢了 謝謝 這次我今天拍對影片的配 在那幹嘛 正確的話 獲得一顆 抓錯或沒抓到交出一顆 開始吧 開始囉 那你先骰 我骰喔 公平一點 放遠一點 快點啊 嗯 嗯 嗯 欸 欸 謝謝你要給我一顆 然後我自己還會要獲得一顆 謝謝亮姐 好痛喔 幹嘛 怪到我的中指了 看我骰好了 好我如果沒有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骰了就是分 太分心了 他都知道做 等一下有 有兩個都可以 欸他說這樣要怎麼辦 各的一顆 那個 加加加加加加 什麼什麼 等一下 不是耶 兩個都可以啊 相減 然後叉子最大 他是相加最小 合最小 哦 好吧 那你就獻出你的寶石吧 沒有啊 喔有 你可以搶 你剛好不搶 耶 要獻出你的寶石吧 發生你了 我覺得很像笨蛋在玩個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距離就近 你的寶石拿來 你直接給我好了啦 不行啦 他放回去啦 然後我拿一顆 好 混蛋 快點 你等一下他好遠 等一下 你一定要 你在那邊看我要搶什麼 是不是很賤耶 真的很靠你了 我直接給你了 好了 你有放嗎 我有放 我的都在鏡頭裡 你的前面都在鏡頭 你讓我看到他在幹嘛 真的很誇張 我還沒有進入狀況那一頭嗎 相加最小啊 玩到 我們兩個人差距到5好了 好 我來追回來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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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是吧 這個吧 他們剛剛 他們剛剛的4 他動到了 然後剛剛的4 我一直記不起來這個耶 還是相加的 我一直在看差距耶 為什麼我們一直曬 我就感到 我真的很 不開心 你曬啊 看我曬 我忘記了 換你吧 8 7 7 5 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的差距是不是已經有5啦 2 4 6 5 那我們來進階版了 為什麼 我剛剛贏得很爽快耶 進階版就是這個啦 他多了一個灰 兩種顏色都可以搶的話 那你就不能搶兩種顏色 你只能搶小灰 你剛剛做了什麼事 做平方塊 不用嗎 我們不是新的一局開始嗎 不要 我們不要新的一局開始 可是剛剛多少錢我會忘記 我記得我9塊 等一下 那這樣要怎麼樣 算贏啊 就你不會贏過了 What 好啦好啦 算了 算了 這樣子 這樣子 1 2 2 2 欸 你幹嘛 哪有個全部壓住的啦 他們要全部壓住耶 你跟數學跟智商比較有關係 沒關係 等著瞧 想先壓 欸你這個賤貨 你這個賤貨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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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 你很煩耶 本人的牙骰 我剛剛沒有這樣 我剛剛是這樣 我剛剛是有空 對 我還有空間讓你可以這樣子 你剛剛也沒有混亂出來啊 還好吧 我覺得那勝負很明顯的啦 我可能跟激素有一點 我剛剛是跟那個鹼有一點 這個可不好 差距最大耶 這間 不是差距最小 我們來看說明書 差距最 登登登登 點點點 奇怪你 這遊戲真的會玩出火氣耶 我覺得 剛剛是一場夢 什麼反應快 可惡 還來 這什麼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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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不爽啊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來 那是什麼 這是什麼啊 值最大的 是吧 喔唷 換你換你換你 快點啦 我贏了 有兩個命啊 再一次 就是一場決勝負 我現在心情不是很好 你不要跟我講 換你的話 欸你剛剛贏耶 還好吧 我剛剛狀況不好 剛開 我覺得我不太喜歡這個 它只要是激素 我好像都會有一點問題 這遊戲好累喔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年輕人 但要對這個遊戲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搜尋看看 我覺得這款真的滿棒的 尤其是喝酒之後 我覺得這會打架 我剛好生氣喔 我得失心很重 太重了 我得失心超重的 我什麼都要贏 搜尾現在還是很夯的東西 很夯吧 對嗎 因為我其實好一陣子沒有玩桌遊 我還是會聽到我朋友們會去約桌遊 可是他們不一定會約在桌遊店 可能會約在 我聽過比較特別的是約茶館 蛤 你說公區茶間用茶館 就之類的 建議家會讓他們玩嗎 耶 我不知道 以前是可以打褲子回來的嗎 你不知道 我都在那邊聊天而已啊 我會看隔壁在幹嘛 沒有注意 我很怕別人在看我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我們按讚訂閱然後分享 然後告訴我們你們想看什麼作用 謝謝大家 掰掰